如果塔兔今年夺冠 历史地位能达到多少啊 历史地位塔兔五如果夺冠呢 夺冠的话比当年的谁 皮尔斯要这个在他之上 因为塔兔五可没有主戒三级头 对不对 你甭管打地 我没有引进 当打之前还没匹 我这个冠军呢 比这个谁啊 当年加埃特 皮尔斯那冠军就更加值钱 这肯定是有道理的 因为仅仅都是一个冠军对比嘛 是用过来也是 他2015年那个冠军的含着量啊 高于201718年 很正常 对不对 所以塔兔五就比那个皮尔斯要强 而且塔兔五呢 他属于是个人呢 计算过一阵 而皮尔斯在夺冠之前 从未计算过哪怕是二阵 之前就三阵级别 小球形 夺冠之后呢 他那个大放厥词 说自己是连赛当中最后的运动员 比科比波兰特还强 说的话 不知道他到底是哪来的自信 敢放这个狂话 其实那会儿08年 你主要是三剧头 科比身边只有一个 在俩人组队之前 从未入选过 哪怕一次最佳阵容的保罗加特尔 基欧塞期间连打12场 被对方打了个12比0 无论个人还是团队表现 一五四处的保罗加特尔 在MBA两岁当中 当时那会儿 绝对的是一个超级大号的软弹 他这种软弹呢 属于鸵鸟弹 而这个那会儿呢 德克尔特尔与世纪最多是一个软的鸵鸵鸟弹 所以你说他俩谁是大个软弹的 这保罗加仲绝对是软到一种极限了 连打三轮系列赛 0比12 遭到对方大量剃头 个人奖项啥没有 没入选过 哪怕最佳这种散战 科比身边是这个 最终败给你的 这家叫你给狂的 皮尔斯的 所以他那个奖项不值钱 今年塔东姆一旦登顶 超过皮尔斯 皮尔斯绿军之内啊 比方说塔东姆年纪清醒24岁 超过皮尔斯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